大家好,欢迎收看从点灯走入电子设计 在本视频中我们会讲解如何用Arduino点亮一个LED 从而讲解Arduino的基本输出功能 以及Arduino开发环境的搭建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Arduino 这是一块Arduino开发板 但Arduino并不是一个芯片或者电路板 而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 包含硬件和软件 由于其开源开发简单 灵活容易上手的特点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我们将以这块Arduino开发板为例 详细讲解Arduino的开发 先详细看一下这个开发板的硬件结构 及输入输出接口 开发板以Atmeca 328 MCU控制器为基础 具有14路数字输入输出音角 其中6路可以用于PWM输出 6路模拟输入 一个16MHz的陶瓷携针器 一个USB接口用来供电 或者进行串口通信 一个电源插座 一个ICSP插头 一个复位按键 两个波马开关 两个独立按键和8个LED 该板包含了组成微控器的所有结构 只需要一条USB数据线连接至计算机 即可进行开发 在了解开发板硬件结构之后 我们开始进行Arduino开发环境搭建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Arduino IDE 可以直接访问Arduino官网 在download的栏目下选择 对应操作系统进行免费下载 当然也可以在各种Arduino论坛进行下载 下载后直接进行安装 安装后打开软件 IDE软件界面非常简洁 默认的界面里面包含了最基本的原始代码 也就是程序的基本框架 主要是有两个部分 Word Setup和Word Loop 首先看一下Word Setup Word函数表示 这是一个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Setup是函数名 小括号里面为空 表示没有参数传入到函数中 大括号里面是函数的主体部分 所有需要计算机执行的指令 都包含在大括号内 因为还没有进行程序编写 所以里面只有一行注释掉的语句 这句注释掉的语句 是对Setup函数的说明 Setup函数在启动的时候执行 且只执行一次 因此Setup函数一般用作系统配置 当然也可以是一些启动后 只需要执行一次的指令 然后看一下Word Loop 同样这是一个参数为空 且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函数名为Loop 根据注释说明可以知道 Loop函数会在程序中反复执行 直到Arduino断电 因此Loop函数为主函数 是需要系统一直运行的指令 Word Setup和Word Loop 是Arduino必要的组成部分 搭建好了开发环境 并对程序的基本结构进行了解 下面我们从软件自在的 控制LVD闪烁的示例开始 来讲解如何进行Arduino系统的开发 在Arduino IDE菜单中 点击文件 然后依次点击 示例 Base Blink 软件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窗口中已经填入了示例代码 我们来简单讲解一下 这个示例代码 在配置函数 Setup中 包含了一个PinMode函数 小括号内有两个参数 LEDBooten和Output 这个函数的作用 是把LEDBooten引脚 设置为输出模式 这里需要特意说明一下 前面在讲解开发板的引脚时 并没有一个叫LEDBooten的引脚 但现在程序中 却对LEDBooten进行设置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个我们会从 Blinker示例程序的注释中得到答案 这段注释简单的说 就是一般Arduino板子 都有一个板载的LED 在Uno Mega和Zero系列 板子上连接的是13号数字引脚 在MKR1000板子上 连接的是6号引脚 而只要按照标准要求 将LED连接到相应引脚上 就可以用LEDBooten 作为通用代号进行定义 我们的开发板是Uno 13号引脚是和LED连接的 因此 当我们选中了开发板之后 LEDBooten相当于是13 也就是 程序中 相当于把13号引脚 设置为输出模式 当然 针对已经选定开发板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直接将LEDBooten 改成13 再进行编译 会得到相同结果 我们再来看 主函数 loop 其中一共有四行程序 其中 DigitalWrite LEDBooten HIGH 函数 作用是将LEDBooten 也就是13号引脚电瓶拉高 点亮LED DigitalWrite LEDBooten LOW 函数 作用是将LEDBooten 也就是13号引脚 电瓶拉低 熄灭LED Delay函数的作用是 延时等待 小括号内的数字 单位是毫秒 Delay1000 也就是等待一秒 整体来看 主函数实现的功能 就是点亮LED 等待一秒 熄灭LED 等待一秒 然后程序返回主函数 开头 点亮LED 等待一秒 如此循环 实现LED 以两秒为周期 进行闪烁 下面我们把程序 加载到开发板中 验证一下程序运行的结果 将开发板 通过USB线缆 连接至计算机 可以看到 绿色的电源灯亮起 表示通电正常 然后打开 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 点开端口选项 应该能看到 串口标记 CH340 表示板子连接正常 注意 最后一个数字 根据当前计算机 连接过的串口板子有关 因此 不用考虑数字是多少 但需要记住 数字是几 这个在后面下载程序时 需要用到 回到软件界面 在 Adeno IDE 软件菜单中 点击工具 在开发板中 选择 Adeno Gender Uno Uno 再次点击工具 在端口中 选择 开发板对应的端口 这里注意一下 只有电路板和计算机 正常连接 且驱动正常 才能找到开发板 对应到端口 如果找不到 请检查电路板连接 或者驱动程序 是否正常 选择完端口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 上传 将程序加载到开发板中 点击上传按钮 等到下面提示框 显示 上传成功 就表示 加载完成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 开发板左上角的蓝色LED 以两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验证了我们程序的功能 通过一个简单的LED闪灯的 实力 我们讲解了 Arduino程序基本结构 程序的加载方式等 这次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关注此视频 请大家扫描片尾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 大家好 欢迎观看 从点灯走入电子设计 在本视频中 我们会在Arduino 点亮发光二维码的基础上 继续讲解Arduino的 基本输入输出功能 以及简单程序的函数调用 在Arduino IDE软件菜单中 单击文件 依次点击视力 digital button 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窗口中 已经填入了视力代码 我们来简单讲解一下这个视力代码 为了程序的逆读性 代码中首先定义了两个常量 分别对应按键引脚序号2和LED引脚序号13 然后定义了一个变量 出值为0 用于缓存按键的读入值 Setup函数中 将LED引脚设置为输出 按键引脚设置为输入 Lope函数中 首先读取按键的值 将按键的读入值 付给变量 根据变量的高低电瓶值 控制LED 输出高电瓶还是低电瓶 这个代码的主要功能 是LED在按键值为高电瓶时 LED点亮 按键值为低电瓶时 LED熄灭 为了实现该功能 我们需要在2号引脚 外接一个按键 面包板上连接一个按键 按键一端 通过串接一个470欧的电阻 与Ardeno板子的2号引脚连接 同时 串接一个10千欧的电阻 与Ardeno板子上的 GD引脚连接 这样连接 可以使得在按键段开始 2号引脚为低电瓶 按键另一端 连接Ardeno板子的5V引脚 使得在按键闭合时 2号引脚为高电瓶 将Ardeno板子通过USB线连接到 计算机上 点击上传按钮 上传成功后 可以看到 在没有按下按键时 13号引脚连接到LED为吸灭状态 按下按键时 LED点亮 松开按键 LED吸灭 按下按键 LED点亮 验证了程序的功能 我们进一步扩展程序功能 将Blinker程序功能和Button程序功能 结合起来 让LED在按键闭合时 以两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在按键断开时 保持熄灭状态 以Button程序代码为基础 进行功能扩展 Blinker程序主要功能是实现 LED以两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将Blinker程序中的loop函数 作为一个子函数 添加到Button程序代码中 命名为BlinkerLED 函数类型为Word 参数传递为空 在主程序loop函数中 在按键值为高电瓶时 不再直接对LED复制高电瓶 而是改为调用BlinkerLED函数 保存程序 点击ID的验诺按钮 程序开始编译 等待状态来显示编译完成 电路连接保持不变 将Arduino板通过USB线连接到计算机上 点击上传按键 上传成功后可以看到 在没有按下按键时 LED为熄灭状态 按下按键 LED闪烁 松开按键 LED熄灭 按下按键 LED以两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验证了我们设计的程序功能 我们继续扩展按键控制LED的功能 这次我们利用Arduino板子上自带的两个按键 和四个LED 这两个按键和四个LED由波码开关控制使能 需要将板子上的波码开关都设置为Arm K0和K1都为断开低电瓶时 所有LED熄灭 K0为B和高电瓶 K1为断开低电瓶时 LED0以两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其余LED熄灭 K0为断开低电瓶 K1为B和高电瓶时 LED1以一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其余LED熄灭 K0和K1都为B和高电瓶时 四个LED以两秒为周期进行流水灯形式闪烁 打开Arduino LED介面 代码中首先定义了常量数组 KPIN 对应按键引脚序话为7和6 并定义了按键数组的长度为KLENSE 定义了常量数组LEDPIN 对应LED引脚序话为2、3、4和5 并定义LED数组的长度为LEDLENSE 然后定义了变量数组KSTATE 出值为0 用来缓存两个按键的值 Setup函数中将按键引脚设置为输入 LED引脚设置为输出 LOOP函数中 首先读取两个按键的值 将按键的读入值付给变量数组KSTATE 根据KSTATE高低电瓶组合值 控制LED输出相应的状态 这里先对两个子函数进行讲解 BLINKLIFE函数是WORD类型 没有返回值 小括号里面有两个传递参数 第一个为LED的序号 第二个为LED闪烁的周期 单位是毫秒 实现的功能是这样 相应序号的LED 以第二个参数为周期进行闪烁 WATERLIFE函数是WORD类型 没有返回值 小括号内有两个传递参数 第一个参数为流水灯的长度 即LED的个数 第二个参数为每个LED点亮持续的时间 单位为毫秒 函数功能为 实现相应数量的LED 以点亮时间为第二个参数的时长 进行流水闪亮 K0和K1都为断开低电瓶时 给所有LED引脚输出低电瓶 LED全部熄灭 K0为高电瓶 K1为低电瓶 调用LinkLIFE函数 LED序号参数为0 周期参数为2000 让LED0以2000毫秒 也计2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K0为低电瓶 K1为高电瓶时 调用LinkLIFE函数 LED序号参数为1 周期参数为1000 让LED1以1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K0和K1都为高电瓶时 调用Waterlight函数 LED各处的参数为4 点亮时间参数为400 实现4个LED的流水灯 每个LED点亮时间为400毫秒 由于采用的是 Arduino版自带的按键和LED 因此不需要外接电路 将Arduino版通过USB线连接到计算机上 点击上传按钮 上传成功后可以看到 在没有按下按键时 LED为熄灭状态 当按下按键K0时 LED0以2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当按下按键K1时 LED1以1秒为周期进行闪烁 当两个按键同时按线时 4个LED以流水的形式进行闪烁 验证了我们设计的程序功能 这次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关注此视频 请大家扫描片尾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 大家好 欢迎观看从点灯走入电子设计 在本次视频中 我们会通过测量电压值 以及呼吸灯等实力 来讲解 Arduino模拟IO的读写控制 Arduino 提供6路10比特的模拟输入 将模拟的电压量 转换为10比特的数字电压量 也计 将0-5V的电压输入信号 映射到数值 0-1023 Arduino 读取模拟输入的最大频率 约为10k赫兹 模拟输入主要包含两个函数 Analog Reference 和Analog Read 其中 Analog Reference 的功能是配置 模拟输入的参考电压 语法形式包含一个参数 参数为参考电压类型 对于Arduino Uno 该参数有三个选项 Default 模拟参考值为5V 或者3.3V Internal 内置参考值 在Atmega 328板子上为1.1V External 在AREF引脚提供外置的电压 作为参考值 Analog Read的功能 是从模拟输入 引脚读取数值 语法形式包含一个参数 该参数指的是 被读取的模拟信号引脚 Arduino Uno的模拟引脚 为A0到A5 返回值是0到1023之间的数值 代表相应引脚 当前的输入模拟电压值 这里注意一点 在模拟输入引脚悬空 没有任何连接的情况下 用Analog Read 读取该引脚值 获得的返回值为不固定的数值 这个数值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如果降手靠近该引脚 也可能使返回值产生变化 我们以历程进行演示 首先通过导线 将Arduino的A0引脚 与3.3V引脚连接在一起 程序中定一个变量 用来缓存 A0引脚的模拟输入信号 打开窜口 以方便显示读取的模拟输入的数值 我们采用默认参考电压值 可以采用该语句 提供默认电压值 也可以在SETUP函数中 省去该配置 Loop函数中 用Analog Read 读取A0引脚的模拟电压值 复制给变量 然后通过窜口输出 把程序加载到Arduino板子上 打开窜口监视器 可以看到 显示数字为671 A0连接的是3.3V 理论显示值约为676 除了模拟输入印脚 Arduino Uno 还有六路模拟输出印脚 在Arduino电路板数字印脚序号前面 有波浪号的计为 可以输出PWM波的模拟输出印脚 这里需要注意 模拟输出印脚 输出的并不是幅度连续的模拟信号 而是PWM波形输出 简单介绍一下 PWM波即脉冲宽度调制波形 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 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 非常有效的技术 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 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 基本原理为 通过改变脉冲序列的周期实现调频 改变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实现调压 采用适当控制方法 可以使电压与频率协调变化 模拟写函数为Analog Right 功能是降模拟值输出到管角 可用于调节发光二级管亮度 或以不同的速度驱动电机 调用该函数后 该引脚将产生一个指定战空比的稳定方波 直到下一次调用该函数 或在同一引脚调用数字读或数字写 大多数引脚的PWM信号频率约为490赫兹 在Arduino Uno及相似的板子上 5和6引脚有大约980赫兹的频率 语法形式为Analog Right 包含两个参数 参数Pin为输出的引脚序号 参数Value为方波占空比 取值为0到255 我们通过一个呼吸灯的实力 来讲解一下模拟输出功能 所谓呼吸灯 就是让灯有一个由亮到暗 再到亮的缓慢变化过程 而不是直接的亮面 如同呼吸一般均匀变化 引脚序号前面有波浪号的 有6个引脚 我们选择11引脚来进行LED的控制 将11引脚与LED正义连接 LED的负极接到电路板的基因D引脚 程序中定义常亮 LED Pin值对应为11 Setup函数中定义该引脚为输出模式 在Loop函数中 两个放语句实现了 Value值不断由0增加到255 随之再从255减少到0 依次循环 Value值每变化一次 通过该函数将Value值输出 根据前面的讲解可以知道 高电瓶持续时间越长 LED就越亮 在Value取值为250 占空比为100% LED最亮 在Value取值为0时 占空比为0 LED亮度最低 也就是灭的状态 像程序加载到Arduino板子上 可以看到LED由亮到暗 再由暗到亮 缓慢变化 依次循环 这次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关注此视频 请大家扫描片尾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 大家好 欢迎观看从点灯走入电子设计 在本次视频中来讲解 Arduino部分高级IO控制 关于Arduino的高级IO 主要讲解一下三个函数 Tone函数可以产生 占空比50%的指定频率方波 可以设置方波输出时间 如果没有设置的话 波形输出会一直持续到调用 NoTone函数 该函数控制的输出音角 常连接风鸣器或扬声器等 进行播放音调 语法形式包含两个或者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为 选择要输出的音调的音角序号 即与风鸣器连接的音角 第二个参数为 无符号形整数 用来设置输出音调的频率 第三个参数为 无符号长整形数 设置输出音调的持续时间 单位为微秒 无返回值 这里特意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 Tone函数一次只能生成一个音调 当音调已经在 同一个音角上进行播放时 再次调用Tone函数 会更新音调的频率 如果音调已经在 另一个音角上进行播放 则此时调用Tone函数 无效 除非先调用NoTone函数 关闭另一个音角的音调播放 然后再次调用Tone函数 第二 Tone函数不能产生低于31Hz的音调 第三 对于Arduino Uno版 Tone函数的调用会影响 音角3和音角11的PWM波输出 NoTone的功能为停止 有Tone触发输出的方波信号 如果没有调用过Tone函数 则该函数无效 语法形式包含一个参数 参数为要停止输出音调的 音角序号 没有返回值 Pose印功能为 读取音角上的脉冲信号的宽度 例如 如果值为高 则Pose印等待音角变为高电瓶 开始计时 然后等待音角变为低电瓶时 停止计时 并返回脉冲持续时长 时间单位为微秒 如果在超时时间内 没有读到脉冲信号的话 将返回零 语法形式包含两个或者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表示 要读取脉冲宽度的音角序号 第二个参数表示 读取宽度的脉冲的形式 高电瓶脉冲或者低电瓶脉冲 第三个参数表示超时时间 Arduino在超时时间内 没有读到脉冲信号 则该函数返回值为零 超时时间参数是可选参数 默认值为一秒 返回值为无符号长整形数 表示脉冲持续时长 单位为微秒 如前所述 如果在超时时间 T内没有读到脉冲信号 则返回值为零 这里特意说明一下 根据经验发现 泡子印函数 在检测脉冲间隔 过短的信号时 会产生错误 Arduino可以检测的脉冲间隔时间 范围是10微秒到3分钟 假如调用泡子印函数时 读取脉冲信号的引脚 已经为高电屏 则Arduino 等该引脚变为低电屏以后 再开始检测脉冲信号 另外 只有Arduino中段是开启时 才能使用泡子印函数 这次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关注此视频 请大家扫描片尾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